第一步 先拿那个吹杆 调那个小料 就是一点玻璃料 然后等它形成一个小泡之后 第二步 拿它再蘸取更多的料 如果做带颜色的 先蘸颜色的料 第三步 再加一些明料上去之后 在水里冷却 固定它的形状 然后就在模具里吹制 在吹具成形之后 拿出来放到大椅上 进行冷却一个过程 等它能够支撑它的形状的时候 拿那个水沾下杆子 把它敲下来 放到退火窑当中 大概的形状就形成了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